很激动的 那和尚看到祂这么孝顺 为祂婆婆来操心 在这个现在的社会里面 很少很少 那和尚就很慈悲的告诉说 你回去跟你婆婆说 经货了不要再吃猪蹄了 如果她能够忏悔的话 并每天要吃素念佛 也没什么病慢慢的会好起来 所以你其实听了非常的 有了转机了 她又高兴了 但是她又问说 为什么猪蹄不能吃呢 和尚说 如是印如是果 你常吃鱼眼睛的人 会患眼睛的疾病 常吃鸡脖子的人 自己的颈椎会出问题 常吃猪肚的人 会得胃病 吃什么不什么的说法 吃什么不什么的说法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也是损人利己 只是一时的高兴 但是最后呢 还是害人也害己 而且呢 加倍的偿还的 和尚很慈悲的 跟着这位女知事 是将来尝试的因果 这位女知事 一时 获然的 了悟 因为她薄薄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来病苦 原来就是出了猪体的因缘 那猪体 猪 他会缓驳 是有这个因果的关系 他了解了 这一层的因缘之后 礼拜了和尚 礼敬三宝 供养三宝 非常高兴的 告假 回去 她跟她婆婆来提示这个问题 她婆婆 也很 非常的心悦 她这个 媳妇 这么孝顺她 为她的病苦 这样子的操心 已经辛苦了很久了 今天 查出的病源 就是因为她 一直的口欲 喜欢出猪体 来造的这个因果 这位 老菩萨 也 有慧根 她听了和尚的 叫刺以后 她断然的 戒分 马上吃素 又听了和尚的 劝勉 拿起佛珠 每天 念着佛号 慢慢慢慢 她的夜报转变了 让她 双脚也舒畅了 这样子 因为有佛法 令她改变她的命运 她 非常的喜悦 每天 看到人就跟人家讲说 我的病已经好了 为什么会好 就是因为 我 不了解因果 每天都在吃众生肉 那现在我悔改了 我忏悔了 我吃素了 我炼火了 我身心舒畅 而且 我病苦也消除了 她每天都这样很慈悲的 左右邻居 有认识的 不认识的 她都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 带着这种悲怨的心啊 向人家再来 讲说她神奇的 因缘的变化 每天都会这样 非常的快乐 我们也得祝福 作为菩萨 这个 因缘 令我们感觉到 佛法的不可思议 其实佛法 本来就是宇宙的真理 只是人们 魅以自己的私欲 难口欲 杀众生的肉 吃众生的肉 造了咽气 而只是像现在 世间上 世界上 有这个慧眼的传染 宗吉英国 也是跟沙僧有莫大的因缘 还有做人的根本 尊责要说得好 要孝顺父母 要奉公所法 解不可 为了一时的私欲 而来使国家 使公司 使我们的老板 在钱财上的损失 就是种种的因缘 而造就了今天 这样 世间 世间上 人们的恐慌 唯有什么来转这个月呢 欠祝祷 千多个人 放弃肉死 怕 吃素 吃素呢 使众生 不必再为了人们的口 人们的口 人们的口欲 而来被杀 我们受伤了就会非常的疼痛 人家伤害我们 我们会有怨气 这是很自然的环境 众生也是一样 我们杀他 他也有痛的感觉 他也会怨气 怨气急久了 就会有一种因果的报应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 大众的安乐 我们不要伤害所有有生命的 我们要吃 来吃这个世间上最自然的 这种植物 让我们不要以众生解恶严 大家将来都没有因果恶报 身心舒畅 而且世界都会祥和的 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 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智业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 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妇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配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品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 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是海涛 最近很多人因为肺炎的问题 都没出门 所以觉得在家里 也不知道做什么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 虽然我们在家里 我们还是可以帮助 外界的世界赶快进化 佛教里面喜欢讲心 心就是安定 我们叫禅定 禅定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坐 当然打坐不仅是一定做的 打坐是让你专心的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站着 我可以算呼吸到我的丹田出去 一数到十 或是你坐的时候也可以 或是说你在客厅走来走去 你就这边走十步 回来走十步 很专注的在你的脚底下 一二一二 那这样就是一种禅定 所以打坐可以传定 然后就呼吸吸到丹田出 算一 吸算二 一数到十 那你心就会清静 老师各位 心如果清静 外面的世界都会清静 所以如果你的 第二个方法你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 观音菩萨 念十次 那又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这个世界进化 传染病消除 那你心也很安定 所以这一段时间放假 让自己心能够专注 不但专注又可以关心外面的世界 比如说有人生病 那么要师如来 那么要师如来 然后这样把要师如来的愿透过你的专心禅定 又去物思回向给所有生病的人需要金钱的人希望疾病赶快过去 所以你想要发财 那 那 南无准提菩萨 南无要师佛 或是你念 皇财神 Om Zan Ba La Zan N Zay E Suha 当然你也可以念诸 念一百零八遍 南无要师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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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心清静了 很平静 进一步 你跟要师佛的力量 合为一起 要师佛的力量 透过你在念 专注打坐的时候 或是行走的时候 或是属念珠的时候 散发出去 散发出去 所以我想难得有机会 各位休息 但是呢 又能够不让自己得到传染病 又可以帮助传染病赶快过去 然后打坐啊 念佛啊 非常好 像我很喜欢撒甘露水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这个甘露水代表药 所以把很多的不好的传染病给净化的 而且不思甘露 给这些众生可以离苦得乐 帮助这些 恶鬼道啊 帮助这些众生啊 帮助鱼啊 帮助树啊 帮助草啊 就是用慈悲的力量 就可以净化这些传染病痛苦的一切 所以大家多练习 南无观音菩萨菩萨 三难被制的暖阳 像明天是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